比如找一個潮進公園 潮進公園 那我們可以用Google的方式去找到Google地圖 那上禮拜部分呢 我就是也有把他放到部落格裡面 因為上禮拜 這禮拜剛好 去了一趟香港 所以就剛好搬機霧點 所以就把我上課東西把他 PO到那個部落格上面 所以上禮拜部分在這邊可以看到我這邊有一個叫簡易的 在App上面加地圖 那其實在App上面加地圖 其實如果說 是用那個 比如說Java的方式開發 是非常非常麻煩的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用這個 這個我們用 Phone Gap來做的話 那簡單太多 要秀出地圖這件事情 兩個技術實在是相差 太大了 用這個方法真的簡單多了 只是說 雖然簡單 但是還是有一些細節 如果你沒注意到的話 很容易就會 出現錯誤 那例如比如說我今天 要以某一個景點為中心的話 類似像這樣子 那我這邊的話 當然第一個你要先找出經緯度 那找經緯度的方式的話 你可以利用Google地圖 你搜尋到就按右鍵了 這邊 最下面有個什麼 這裡有什麼 沒有 就這個畫面 然後你就可以怎麼樣呢 去 這裡有什麼之後 你就可以去把它 找到 就是點下去之後他這邊有個經緯度 你就可以利用那個經緯度 查出你要的 這個經點的位置 OK 那 所以你可以這個地方 後面練習 請各位自行找 大概三到五個景點 反正就是做個清單 這樣練習 OK 那 再來我們要怎麼樣把那個 就是地圖放上去 在我們的畫面上 那我們當然簡單一個 頁面 比如說在home 比如說home上面 就加一個 特別注意 你要怎麼樣 可以把地圖放上去 他特別注意 地圖放上去之前 請各位一定要增加一個 所謂的DIV 這個DIV 他的名稱 一定要給他 我比如說我們這邊名稱叫做 叫做 Map 底線DIV 那也就是說在這個content 在這個內容裡面 會有一個DIV 的一個 一個什麼的一個版型 類似一個框框 那裡面就是我們將來要顯示 地圖的位置 那只是說這個框框呢 你必須要設定一些相關的什麼 CSS 所以 這個框框裡面假設說 我們地圖放進來 地圖 將來載進來之後的話 那我要 長什麼樣子 比如說呢 他的寬跟高 還有他的 比如說我 我還有在講那個 方框 他的外框 那這個部分要怎麼設定 這裡就牽涉到所謂的 CSS 樣式 其實CSS樣式 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對CSS樣式不熟悉的話 恐怕做 做網頁 其實 早期是在網頁啦 只是說這個概念延伸到App的製作 假如你對這部分不熟悉的話 一定要多多練習 OK 那他只是做什麼呢 幫你做一個 比如說版型的 一個樣式的改變 就是CSS樣式 OK 那裡面的話做哪些事情 其實我都有截圖 下一個圖 這邊的話 有沒有 新增一個 CSS樣式 這個地方的話 CSS樣式 特別重要 我這邊有框起來 就是 加一個 樣式 一定要是ID 其實你只要照 好 我這邊有空